今天第三场AXZ对断吉尔的第一局上半场 这边发财哥还是偏稳拿了一个鱼女 这个鱼女的话呢 我建议各位兄弟可以先信我一波 我觉得这个鱼女打这道阵容趋向于一个平局 然后呢鱼女真胜的面不高 就鱼女能保平但不要不要真胜 如果真的要赢的话呢 我觉得穷者的一面大于鱼女的一面 能理解吗 就可能是五层的平 不对六层的平 七层的平吧 七层的平 然后呢鱼女可能一层的一面 穷者两层的一面 差不多这样子 一三六或者一七二 这样的一个感觉 所以平面还是比较高的 压不平 谢谢你们信任我 感谢大家看得起我 就现在大家已经 完全的信任我了 就全部反向走 可以的 你们就等着 对吧 所有的积分 成为过眼云烟吧 这边的话 穷者这里是只带了一个飞轮 祭司给到一个辅助洞 有一层他们这把飞轮 是不是带了少了一点啊 发财 想反创 没能成功 发财哥 这个鱼女 我这个水平都上来就判断了 这把发财哥应该大概率上来打鱼女的 怎么他们这边 哦 也不一定他们判断不到 而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地图 是大图 然后可以利用双台来拉点吗 我觉得这边 心理学家上来一波 牵制 想反创 没成功 反而给了发财哥两刀 60秒击倒了呀 发财哥这边还晃了一波骗飞轮 求着外面密码机的话 总量加起来才修了一台 修正一下修正一下 我觉得这把发财哥迎面有点大的 他不是一个张狂 他如果是一个张狂鱼女的话 我觉得这把发财哥 即便是这个速度击倒 他的迎面也没有很大 但是他是个底牌 这个 心理学家 说实话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他是见不到那个密码机点完的一刻的 他看不到那个太阳 所以这局如果发财哥能够完成一波双倒 他的迎面就出来了 他的迎面就出来了 你不要慌啊 信我的 压平的观众也不要慌 这一波只要求着不给双倒 你看求着如果不给双倒 优兵这边卡死救或者不救 也不是说就发财哥就能赢的 我说的是发财哥这边要打个双倒 他才有迎面 要不然也没有迎面 这边是选择卡着 继续卡着 佣兵这边离得很远啊 发财哥这边连耳鸣都没有 他是很怕佣兵一个护皮团跳过来 那这样的话 穷者这边选择卖掉这个心理 打一个三人残局来保平 可以可以可以接受 但我觉得呢 这个平局对于发财哥来讲 来的稍微容易了一点 因为他们的给到发财哥的一个安排的任务 应该就是一个保平 发财哥能保平 这边加的穷者完成一个多跑 他们就能拿下第一局 我觉得发财哥这边也不用特别着急 待会儿 穷者给到机会了 失误了 我争一个多 穷者没给到机会呢 大概率三人开门战双方握手言和 真的呀 你们信我呀 我这分析的还不到位吗 这个就平局了 那是不是信我的观众发家致富 不信我的观众对吧 就山穷水尽 找到这边的古董商 没办法的 他根本秒不了这个古董商呢 古董商这边是什么呢 飞轮满棍 进大房 一棍先扫开 然后再推一棍 第二棍也是扫 女女要击倒这个古董商 他得是一个闪现震慑 他得是个闪现震慑 有可能 除此之外秒不了 要击倒要很久 我这边跳出去 你以为我会翻 我连飞轮都不需要交 现在对于穷者来讲 三人三跑 有没有剧本可以写呢 三人三跑 剧本 不太好写 他要么就是直接一波 古董商溜穿 古董商直接溜穿 这两棍都没有能打出指格效果 这边一刀没打中 打中 好 这边的话拉走 要打一个傭兵留博命才行 打出一个傭兵留博命的情况下的话呢 有剧本可以写 古董商这边的话 道具也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 要么就是什么呢 傭兵不仅留博命 傭兵这边还要给道具 现在核心问题 他们最后带密码机 还没开始修呢 还没跑到呢 这边水汽 93 一刀带走 球温这边怎么安排 是留博命呢 还是说 接了一个大洞 祭司机子已经开始修了 发财哥这边求稳啊 选择防守 正常防守 一个水汽 收叉 冲一波 应该是要卡半旧的 这个肯定是卡半旧的 因为卡半旧机子也够了 博命这边 优秘来的是不是稍微晚了一点啊 这边待会水汽加一个 双导 也没关系啊 也没关系 能不能穿个大洞啊 顶着这个博命 古董商这边是飞轮 有棍 密码机点亮 这边的话 往前冲是地窖 发财哥有闪现 门在点 也就是说 他的两个队友是能走的 这边的话 就看这古董商 闪现一刀 漂亮 没有给到这边古董商 有任何的反应时间 双方握手言和 是不是 这局是不是跟我赛前讲的 一模一样 求生者这边的真盛面 是大于监管者的 即便是上来这么快的一个季道 这边差点有机会能三跑 那么最终的平局 也是跟我说的一模一样 分析的还是很到位的